SpringLine 歡迎大家來到R2 由我們的SpringLine 一個隨處可見的 魔化藝能行者 他今天要來帶給大家的是 用Pico寫程式 是否搞錯了什麼 相信大家應該有聽過Pico 以為他只能拿來存檔案嗎 那我們今天就會由SpringLine 來為大家介紹Pico的更多用法 歡迎大家在PyCon的官網上面 可以找到這場議程 裡面有Slider的部分 我們Q&A會優先以Slider進行 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講者SpringLine Hello 大家好 正如標題所示 我的題目就是用Pico寫程式 是否搞錯了什麼 好 那首先我們就開始 我們要用Pico寫程式嘛 那還是要講一下Pico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Pico 雖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還是姑且要講一下 首先Pico是一個Python內建的一個Module 然後 它是一個序列化反序列化的格式 就像Jason 他是一個序列化反序列化的格式 但是Jason比較常見 然後Pico是Python用力的 然後它可以做更多Python才能做到事情 然後它大概看起來像這樣子 後面的人可能看不到 但是你不用看到 因為它就是一坨你看不懂的東西 對 那 這邊是一個示範畫面 但是我想 直接看 只看示範畫面有點痛苦 直接來live demo一下 對 開場就live demo 應該是live coding 那首先我們來寫一個簡單的程式好了 大家才會知道說什麼叫Pico寫的東西 不過我們一開始還是寫一個普通的Python檔案 我們要寫什麼呢 我們寫一個 可能是大一新生 然後剛學會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寫一個計算機 你可能會想要輸入一個 你要輸入一個A跟一個B 然後 然後我要讓Copilot幫我寫一點東西 算了 你寫好了 B 你會輸入一個A跟一個B 然後你可能會想要輸入一個什麼 什麼 運算符號之類的 那運算符號的話可能就會像是 有加減乘除嘛 你會輸入一個 他蓋住了 會有加減乘除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這邊就不寫了 我們不用管UX 我們只是在live coding 好 那 最重目標我們就是要把這一串 那python程式編譯成pico 而不是編譯成什麼 python object 我們不是要編譯成那種東西 我們是要編譯成一個pico 對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要有一個 加減乘除對應的一個mapping 它可能會對應到不同方式 那我們就寫加減就好了 我們要from operator import add 跟sub 就加法跟減法嘛 那 加法 然後減法 像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根據我們輸入的op來做運算嘛 我這個要把它轉成int 輸入的數字要轉成int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拿op裡面這個operator裡面的這個符號 然後來對ab做運算 它應該會動吧 如果這個大一層是應該還行吧 好 我把它存在哪 我把它存在temp的 這個 我們輸入一個1 跟一個2 然後 符號是3 符號是加 它加起來會是3 看起來蠻合理的 但是我們現在是用python跑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編譯成pico 我們怎麼編譯成pico呢 我寫了一個工具要做picora 然後 我這樣就可以開始編譯這個 calculator打拍 然後可能輸 可能輸出成一個 out.pico 我這樣輸出成一個out.pico 我這樣輸出成一個out.pico 那我們這樣打開之後 我們會看到這一坨東西 這一坨東西 很明顯 它應該是一個 應該沒有很明顯 但是它現在是一個pico了 好 那這時候我們用python的一個內建的東西 叫做python-mpico 你後面python-mpico 你後面接上一個pico檔名 它就會幫你反序列化了 對 你就會發現它跟python一樣跑起來了 我們現在不是在跑python喔 我們現在是在跑pico 我們輸入一個2 然後一個3 然後輸入op4 減好了 它就會吐出-1 對它就跟我們python做 python做的事情一模一樣 我們成功的把python的腳本編譯成pico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 我們這一次的 我們這個議程的最終目標 就是要做到這件事情 好 我們回來這邊 這邊做的事情跟我剛剛做的事情差不多 但是到底怎麼做到的 好 我現在的開場到這邊 首先我來開始回到我的自我介紹 好像每個議程都應該自我介紹一下 對 那首先我的網路上常用的ID是splitline 然後右邊是我常見的頭貼 如果在資訊圈看到這個頭貼 可能有八成是我 但是也有可能兩成不是我 我也不知道那兩成是什麼 但是好像我只有看過 在資訊圈裡面只有我用這個頭貼 因為它是來自一個漫畫的一個東西 它是來自20世紀少年 如果有看過的話 沒看過也沒關係 那我平常是一個打CTF的人 就是應該說我是一個 你可以叫我一個資安愛好者之類的 然後我同時也是undefined member的成員 最後我還是一個排斬愛好者 那當然這是為了政治正確 因為我們在一個排康裡面 好 那所以 什麼是pico 雖然我們剛剛很快的介紹過了 但是 我們還是好好的來看一下menu是怎麼寫的 根據官方文件上面是這樣子寫的 他說pico module是一個 他用一個二進制的protocol 來實做一個 序列化跟反序列化 針對python物件的序列化跟反序列化 的一個 的一個module 對 那我們注意到的事情是 第二件事情是 它是 序列化跟反序列化 那我們前面提過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它是一個binary protocol 所以它是一個 你可能乍看之下 你會看不太懂的東西 你會看到 直接打開來看 你會看到一坨熱麻的東西 那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pico呢 首先 可能是 你在djungle或flask的時候 你做一些catch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pico 把那些 你要catch的資料存起來 然後或者是 你可能會存什麼 你的response內容 response header 各式各樣的東西把它存起來 然後做成一個catch 你可能會存在存存檔案 或存到redis裡面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pretray model 我想這個應該是 大家會很 很常用到的東西 如果有寫過 如果有碰過 機器學習的話 你可能一定會載入 別人的pretray model 像是現在可能 很流行的是 stable diffusion 然後大家會上網 去載model下來 然後自己load進來 然後跑 然後去train出 去生出一個 你想要的圖案之類的 那這時候你就是在 載入一個pretray model 然後這個pretray model 有可能是pico的格式 但也有可能不是 那是有很多種格式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對數 但是總之 pretray model 可能可以是pico格式 或者是你在process之間 互相的溝通 你也會用到pico 但這些都不是我們的重點 因為我們根本不在乎 它什麼時候用到 但是我還是需要讓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 會用到pico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重點就只是想要 用pico來解程式 那我們一般來講 在python裡面 我們會怎麼使用pico這個東西呢 最基本的用法就是 你可以用pico.dumps 打一個ditionary dumps成一串bytes 像這樣子 就這一串你可能看不太懂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你用pico.dumps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一串bytes 這一串bytes 載入回來 載入回來 變成原本的ditionary物件 就是一個分別就是一個序列化 跟反序列化的過程 好 我們的目標就是把這一坨看不懂的東西 變成一個類似程式語言的東西 讓它可以跑程式 然後同時我們在反序列化 也就是在pico.dumps的時候 它可以 在被反序列化的時候 它可以執行我們想要寫出來的程式 對 那究竟要怎麼樣把序列化格式變成程式語言 我們首先來介紹一個 一個叫什麼 match function之類的 它就叫做upject 底線底線reduce 那大家看到底線底線reduce 如果熟悉python的人應該都會知道說 這東西應該就是一個有特殊功能的函式 因為它是底線底線開頭跟結尾的 好 這邊就是官方是這樣寫的 我們就帶大家來簡單讀一下 這一個東西要怎麼用 我們可以怎麼用它呢 首先它告訴我們說 它應該要return一個tuple 然後這個tuple裡面應該有2到6個東西 那所以我們應該會寫成這個樣子 一個 我們會定一個class 然後它有一個魔術方法叫做底線reduce 然後這個reduce要回傳一個tuple 裡面有2到6個東西 那反正最少是兩個嘛 我們直接給它兩個 然後文件也寫到說 它的第一個 第一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 要是一個可被護照的東西 一個callable的adject 然後它會用來幹嘛 它會用來創造一個初始化版本的物件 對 就是你要反序列化的時候 它會根據這個reduce的規則說 我要創造一個初始化版本的物件是怎麼樣 因為你reduce 你可能不一定就是reduce一些基本類型 你可能會reduce 你要反序列化的時候 你可能想要反序列化出一個 一個不是dictionary 不是string這種基本類型的 你可能會想要反序列化出一個 一個tensorflow裡面的tensor之類的這種東西 這種非基本類型 那它就會幫你初始化一個基本的狀態 然後之後的第二個 這個tuple裡面的第二個物件 它就是一連串的argument 所以實際上 它反序列化的時候會做這件事情 它會把第一個地方 第一個位置的東西 當做一個函數 或者是當做一個class 然後之後東西就是 argument1 argument2 這個東西就給這個 參數當成參數 所以總之 剩下的東西我們就先不管了 我們現在就只管前兩個東西 總之寫起來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 假設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前面是call一個function嘛 然後我們後面的參數可以自己控制 所以假設說 我們就直接在前面function的地方 給一個evo evo不就會跑說 跑後面的function嗎 然後argument的地方 我們就給它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它就會跑 它就會變成一個 我們可以跑程式 這樣 這樣我們反序列化的時候 它就會跑出 evo print hello world 它就會執行這個東西了 對 那總體來說就是 我們這個class 在把它序列化之後 它會變成這一坨東西 這一坨東西 然後這一坨東西 在 我們把它序列化之後 會變成這坨東西 我一直搞混 也不是搞混 就是講錯 序列化跟反序列化 總之我們這個東西序列化的時候 會變成這個東西 反序列化的時候 它就會成功的執行 print hello world OK 那我們好像現在就可以 再用pico 寫出任何的python程式了 那我演講到自己的數 謝謝大家 現在幾分 12分 我是報幾分的 我是報45分鐘的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還剩下30分 好吧 倒帶一下 好 我們回到這一頁 我們回到這一頁 那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行為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反序列化的時候 它雖然是一個 內建的功能 但是 反序列化的時候 為什麼 pico可以拿到任意的物件 或任意的方式 我們剛剛做到什麼事情 我們 在反序列化的時候 成功拿到了Evo 這個方式出來 對吧 然後同時我們還會 還發現一件事情 是pico它可以 call function call一個代參數的方式 對 為什麼pico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這時候我們就要深入的去研究一下 這一坨bycall 它裡面到底是賣什麼藥的 OK 那這時候有一個工具 也是python裡面內建的一個工具 叫做pico-tools pico-tools 它就是一個幫你來分析pico的pico 這些bycall的一個工具 它有一個function 叫做disassemble 就是幫你反主義這一坨東西 好 那真相大白的話就是pico其實是一個stack-based的虛擬機 它是一個基於堆疊的虛擬機 所以 我們就來認真猜一下這個理念到底是長怎麼樣 它其實被反主義之後會長會長得像右邊這個樣子 然後pico裡面有兩種資料結構 一種資料結構是叫做memo 一種資料結構叫做stack stack的話 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反正就是它會從底下往上漲的一個東西 那我的底下 我把它畫在上面 但是大家知道上面是底下 那底下往上漲的東西的話 它就會issue的把東西推進去 然後這個memo 這個memo它比較像是一個 它的石桌上面的話 其實是用一個底下來存的 所以它是一個可以任意存取位置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把東西推進去2 直接把東西推進去10 都可以 好 那我們就來照著這個 我們剛剛的這個東西 假設把我們自己當作pico 那我們會怎麼去反序列化它呢 首先第一個指令它叫做protocol 那就只是定義一下說 我這個pico版本是protocol3 那我剛剛前面沒講到 但是Pico這個東西它有很多種protocol 在python2以前的話 你最高只能用到protocol2 然後python最新版的話 你可以用到protocol5 但是這些 這些就只是一個小知識而已 它沒有很重要 就是它只是影響到你的bycode可以用哪些 但是bycode的功能都大同小異 它主要是為了增加你的pico的效率 所以它才需要做這些東西 那首先第一步 有一個東西叫做global 這個global opcode它做的什麼事情 它就是 它就是把這個evil import進來 然後push到stack上面 evil import進來push到stack上面 那我們就知道其中的一個答案 我們剛剛有個問題是 為什麼它可以取得任意的function 那這邊就告訴你一個答案 就是它可以從 它可以import這個builtins module裡面的evil 進來了 那順便講一下就是 大家有可能覺得說 我evo不是就是打開python 買就可以用的東西嗎 那有什麼要 import的 那其實就是python它自己打開的時候 它會自己幫你把這個evil import進來 你可以說把這個builtins整個東西 import進來 讓你好 就是有點像frombuiltins import型號的感覺 對 那builtins其實還是一個module 所以像是那些什麼print啊 或者是int string str那些東西 那些其實都是從builtins import進來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把evil import進來push到stack上之後 它做一件事情是把它這個東西擺到memo上面的D0位置 那接下來第二件事情是它push一個自串 這個自串也push到stack上面 我們現在stack上面有一個evil跟一個print的自串 然後一樣是擺到memo上面 那擺到memo上面這個動作我等一下就忽略掉 然後接下來它做一些它有一個OP 叫做topl1 topl1這個東西它是把stack頂端的一個東西變成topl 那顧名思義它還有topl2,topl3 它可以幫你把stack頂端的第2個東西3個東西變成一組topl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它就會做一個東西叫reduce reduce這個bycode它做的事情就是 把stack頂端的東西pup出來當作argument 那再pup一個東西當作function 所以這個東西這個print的topl就變argument了 那這個evil這個東西它就變成function了 那這邊底下有一個虛擬碼 大概就長這樣子 然後它這樣它就會幫你 把它把那個function跟argument都抓出來之後 它就幫你把它call完 然後call完之後它的return值就再push回stack頂端 然後接下來就會傳個num 因為print它就會傳回傳num 對 好那大概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剛剛也發現到第二件事情就是pico內部有一個opcode叫做reduce 這個reduce它幫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以幫你call function 好那我們現在解答了前面兩個疑惑 那你看到這邊你其實就會發現說 這個pico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功能啊 那它到底還有什麼隱藏的功能我們不知道的呢 那我們這邊就整理一下pico到底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整體來說pico它可以幫你生成一個數值 那這個看起來蠻正常的 因為它是一個序列化資料嘛 那序列化資料它就一定需要產生一個數值出來 不然你要序列化什麼東西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第二件事情是可以call function 那我們剛剛也示範過了 reduce這個東西它就是幫你call function的 這個opcode就是幫你call function的 然後你也可以import東西進來 然後另外它還可以設定一些屬性值 或者是設定item 就主要是這五個功能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pico內部的一些特別操作 它分別對應到的指令碼大概是這些 我這邊是列舉幾個 它還有更多的東西 數值的話它可以對應到這幾個opcode的 那我想這個不用解釋它 蠻明顯的 是stream int list dictionary 然後call function的話 除了reduce以外還有一個東西叫做object 它也是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然後還有import東西進來 它就是用global這些東西 反正就大家看過就好 反正對 那我們現在講夠了 我們現在已經介紹完pico所有的功能了 我們可以開始做一個python腳本 轉換成pico的編譯器了 那講到編譯器 如果大家是 如果你是CS背景 或者是你有修過一些 資工相關的課的話 你搞不好會修過編譯器設計 那編譯器設計 它會告訴你說 我們要做一個parse的 一個scanner 然後我們要 你要學會什麼ll lr 什麼各種的parse方法 然後你要學會做 什麼語法分析之類的 但是我們這邊不用管它 你可以忘記你之前在編譯器的課 學到東西 因為它 我們這邊的東西沒有那麼複雜 對 我們現在要知道事情就是 我們現在先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把python的語法 map到一個 對應到一個pico的指令嗎 那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import import它的格式很簡單 它就是假設你要用builtins 你要從builtins importprint 像我們剛剛在做的東西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寫成像這樣子 c builtins 你的module擺在這邊 然後換行 然後後面接上 接上你要import進來的東西 你就會import一個print進來了 然後如果大家手邊有 手邊有 python的話你可以跑起來看看 就pico.dos這個東西 它應該就會 所以import一個print進來了 print的方式進來了 然後 它其實也不只global這個opico 但是我這邊就舉一個 看起來最好懂的來解釋 然後另外還有像是 一些產生素質的東西 我這邊就選三個東西 一個是自竄 一個是int 一個是tuple 然後其實它就有點大同小異 所以我這邊就選這三個 首先第一個是自竄 這個自竄它可能會長 像這樣子 它的opicoat是一個x 它是一個xx 然後 它的名字叫做binaryunicode 這樣子 然後它後面接了一串 四個byte的自算 自算長度 它是一個little indian的形式 所以你把這個斜線r轉成 你把這個斜線r轉成 實境位的話 它就是這個hello world的自算長度 這樣子 大概是這種格式 反正就大概簡單看過 我們不需要太認真知道這個內容 是這個 就你不用記起來這種東西在幹嘛 只是讓大家簡單知道說 pico其實是這樣子蓄力化東西的 然後int的話它可能會分成 除了文字的表達 或者是班女形式的表達 像這個樣子 然後或者是tuple的話 tuple就稍微特別一點點 它會push一個mark上去 它再push一個mark到stack上去 它就是標記說 我這邊就是 等一下做的事情到這邊為止 那做什麼事情呢 它先push一個int上去 再push一個int上去 這時候stack長這樣子 然後最後它會讀到tuple這個opico的 它叫做t 那這時候 這時候 它就會開始把stack上面的東西 一直拿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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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拿到有mark為止 這時候它就會 吐回來變成這個tuple的東西了 那除此之外 tuple還有各種奇怪的形狀 像是你可以一次拿一個 一次拿兩個一次拿三個 然後你就可以變成 各種長度的tuple形狀 對 這也是為了 這也是pico內部為了增加效率 所以做了一些 一些操作 好 那這邊就是一些簡單的 數值格式的示範 那我們要怎麼樣cofunction呢 cofunction它內部的 實作大概長像這樣子 首先它會push一個 push一個這個 方選上去 接下來按push一個tuple上去 這個tuple就是 就是它的參數 這邊有兩個參數嘛 所以它的tuple是兩個東西 兩個字串 一個是hello 一個是cat 它就push上去 長像這樣子 那到目前為止 你的stack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function 接下來有一個tuple 這個tuple裡面包含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hello 一個是cat 然後 然後 這時候它讀到一個東西叫r 這個r就是reduce 我們剛剛講過reduce 它就會幫你cofunction 那 應該就蠻明顯的 它會把這個東西 當成function 然後再把 stack頂端的東西當成argument 它就會把 它就會cofunction這個行為了 好 那 我想大家已經看的感覺有點多了 然後大家也不會記起來這些東西 但是大家已經知道有這些功能了 那像是它有設定說 我是要設定一個 我要設定一個屬性值 我要設定一個index 這種行為 pico也是做得到的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詳細解釋了 總之 相信我pico做得到 好 那 但是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你是一個程式語言嗎 你是一個程式語言 那你要怎麼樣把一個 你總是要有變數嗎 有變數的話 你變數要怎麼存呢 pico好像沒有這個東西對吧 那 在我們這邊 我們就用memos做 大家應該還記得 pico有東西叫做memo 雖然我們剛剛只有管stack 但是它還有一個memo 那個memo就是一個 你可以任意存取的一個空間 你可以直接存取1 2 0 之類都可以 你可以直接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pico就會 可以幫你做驗證 就是把你的stack頂端的東西 塞進去memo裡面的某個地方 像是我們今天先push一個字串上去 這個字串上去 然後stack頂端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東西 這個字串 然後你接下來p0 put0的時候 它就告訴你說 我要把stack頂端的東西 put到memo的第0個位置上面 這時候你的memo這個陣列裡面 第0個位置的地方 它就會是這個字串了 那這時候我們發現 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像是變數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就會幫你講說 我的0的地方 那我們就有一個variable0的東西 是這個字串內容 但是我們的這樣有點受限制嗎 我們想要我們的變數可以自由定義一點 現在我們想要定義變數名稱叫做name ok 那所以我們這時候我們的編譯器內部 它又做了一個事情叫做 把name 把變數名稱對應到memoID 變數名稱我們今天是name 但是我們的memoID它是0 所以這時候我們需要拿 把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呢 這時候我們的memo裡面 第0位置已經是一個有存東西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用get0 好我們先從這邊開始講 我們先從 假設我們程式裡面出現一個name 那我們name已經存到memo裡面了 那我們name它會怎麼查 這個name的內容是什麼呢 它只能會指到一個我們做的 Variable對到memoID的mapping 然後我們就知道這個name 它其實是對應到memo第0個地方 那在第0個地方的話我們就 ok我們就get第0個地方的東西 那這時候我們就拿到 我的memo它其實在第0個地方有一個值 那我就把它push回來到stack領端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看到name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轉換成get0的地方 get0的結果就是 我們會把它的name push上去到stack領端 那這部分我們就已經完成我們的變數的實作了 好 那其實我們的一些基本功能都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這樣子已經足以讓我們寫出一個簡單的程式了 那問題是寫成是 問題是它要怎麼樣把我們的python腳本轉換成 轉換成這一坨bycode呢 那這不就代表說我們需要pass這一坨 這坨東西嗎 這一坨我們 那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我覺得自傳分析一個一個切 這有點麻煩 其實python它內部已經有一個module叫做ast 它可以幫你把你的python腳本轉換成一個 蠻漂亮的抽象語法術 像是你的這一串東西 這串東西是從我剛剛一開始reduce那個東西 轉換成的一個程式嗎 那你就是從 你都從builtins裡面import evil嘛 然後evil 然後它的參數是print hello world 這樣子 那我們pass這個抽象 pass這個 這個python腳本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一坨抽象語法術 它大概其實還蠻好懂的 就是它是一個module 它不管什麼它都把它當一個module 然後module裡面有一個body body是一個陣列 它是一個陣列 它第一句話是import from 的一個節點 那import from的節點 它當然是做 從什麼import什麼的一個行為 那第二句話它是一個expression 它是一個表達式 它做的事情是 就是我們等一下再細講 首先我們看import from import from的話 它就會看到有一個 它的 它就會 這個ast它就會告訴你說 它的module是builtins 然後它的name是一個陣列 那因為我們這邊只有import evil進來 所以它裡面的陣列長度是1 它的name就是evil這樣子 那我們會怎麼做這件事 我們的編譯器看到這個抽象語法術會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module抓出來 因為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看到 import from 我們就知道 我現在是要import東西 import東西的話 就一定是用c這個opcode 這個c就是global這個opcode 那ok我們現在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import東西 那import什麼呢 我們就看這個節點 它的屬性值有什麼 節點屬性值有module 然後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import這個builtins的evil進來 我們就這樣對上去 對上去就知道 我們到底要import什麼東西了 那import完之後 如果你在python裡面 它其實它會把這個evil 存成一個新的變數碼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記得把它存回memo裡面 這樣子我們以後用evil的時候才用得到它 對這時候我們會把這個東西存進memo裡面 好 這時候我們的變數的一個儲存空間裡面 已經有evil這個東西了 好接下來我們讀到第二行了 我們讀到第二行了 那我們看到evil print hollow world的時候 它會被解析成這樣子 這個expression它其實是一個code的行為 很明顯吧 它是在code function 那這個code這個節點底下 它有一個屬性叫做function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code在code什麼function 還有它在code什麼arguments 這樣子 那這個function底下 它又會對應到說 這個是一個name 然後name的id name的id name的id name的id就是evil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就是我們剛剛的行為就是 我們就回去memo裡面找出 這個evil到底是什麼function 還是什麼變數 然後就把它我們發現說 emmo 這個evil在memo裡面的位置 是在D0的位置上面 所以我們是G0 get0的地方 get memo D0個index的地方 push到stack上面 然後 同樣的我們也把arguments push到stack上面 這時候我們看到code OK我們叫code function reduce 所以就其實就只是很簡單的 我們照著 把這一個語法術一一對應 就寫一些規則 一一對應轉換回去 我們該 我們該做的事情這樣子 好 但是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pico還蠻受限的 你一個程式語言沒有加減成出 然後你也沒有什麼 你也沒有什麼 你也沒有什麼 比大小還是什麼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變一個程式語言 所以 那關於那些pico 並不支援的function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從 各種python內建的一些 module裡面拿出這些功能 首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我們builtins裡面有一個get attribute 你就可以把user.name這種行為 就是拿屬性值的行為 然後轉換成這種格式 反正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目前為止 已經知道一件事情 是python可以code function 對吧 python可以code function python可以import東西 所以我們把任何的行為 都轉換成 call function 跟import東西的行為 那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就把 讀取屬性值這個行為 轉換成 call function的行為 call一個叫做get attribute function 然後他的第一個探數是user 第二個探數是 他的name 然後就是你的物件 跟你的屬性值這樣子 然後同時加減成出也是一樣 你只要從 也是一個python內建的 module叫做operator 然後你把它抓出來 你就可以 一樣是call function 就可以解決了 像是a加b就可以變成 operator add a跟b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a底下可能會 一個int底下可能就會有 點底線底線 add 這種 這種 match function 但是我們為了穩定 所以我們就直接使用operator.add這個 function 那 反正其他的 其他的operator也是差不多 那還有一些 其他有一些比較稍微有趣一點的是 大家知道在python裡面 你可以串一點串的 比較符號 你可以解 4大於3大於2大於1小於5 大於3之類的東西 你可以一直串下去 所以我們為了實現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把 這個training的這個 就是一點串的比較功能 把它轉換成這個格式 我們首先切成前半段 3大於2 ok operator gt就是大於的意思 greater than 大於3大於2 的結果 還有2大於1的結果 把它拆開來 然後再透過builtins裡面的一個 function 叫做all all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這個 每一個element 只要是true 它才會是true 因為3大於2大於1 每一個比較都是true 所以它才可以成為true 如果是3大於2 大於1 大於5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1大於5這個part 它是false的 所以這個all就會回傳false這樣子 但是這種行為 就是給大家 就是一個小小的 算是 小tick吧 那還有一些 拍子還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像是a or b or z 那 你要怎麼樣用存方選 做到a or b or z 這種一連串的操作呢 我這邊就把它 轉換成這一坨東西 這東西看起來有點難懂 總之處詞就是 它是不是一個可為真的東西 像是 像是大於0的數字 它就會是一個可為真的東西 像是1負 1負 13 那這個1負會進得去 這樣子 它就會 它就是一個處詞的值 那我們就過濾出來說 這個處詞的值裡面 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東西 像是假設它是一個000號的 這個處詞出來就是 過濾出來就是沒東西 然後這樣子你拿出來 你拿出來就是一個空的值 在空的值的狀況下 這個a or b or c 0 or 0 or 0的話 的狀況下 它就會回傳最後一個東西 最後一個出來 像這樣子 但是總之這樣解釋起來有點複雜 它的虛擬碼 其實可以轉換成這樣子的 正常的Python程式 就是它 就是 就是這樣就可以成功使做 a or b or c 這個 比較的操作 對 那Landa的話 你也可以變成像 這種 這邊有Landa 它很簡單就是 傳入a跟b 它會回傳a加b 那當然你可以用一個 最暴力的方法就是evil 對 這個看起來就是超級暴力的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 弄成這所東西 你們知道 在Python它內部 它是怎麼 怎麼生成一個方選的嗎 它其實 它有東西叫做code type 就是每個方選底下 都有一個東西叫做code type 那它內部就是 存在一眼串的Python by code 然後還有一些 什麼你的裡面有幾個 裡面有幾個 裡面有幾個常數 裡面有幾個參數 這種東西 就一眼串這種 很複雜的東西 那總之呢 我們這邊就不贅述 這是什麼東西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查 這個Python document 總之我們這個Landa a加b 它會變成 這座東西 看起來就比較酷一點 所以我們就不用Evo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Evo了 那總之總之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 好像蠻多的 蠻多的Python 我們都可以 蠻多的Python 蠻多Python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做到了 所以首先第一步 我們想要把Python script 轉換成一個 好分析的抽象語法術 好分析的AST 然後再根據一些轉換規則 這就可以轉換成Python by code了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 它已經被Python 內部的函數已經做到了 然後第二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把AST 轉換成Python by code 我們已經解釋過了 就像前面那樣子 就把它一個節點一個節點 轉過去 就差不多了 好所以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那其實我們可以見到結論了 就是我們只要照著規則 好好的把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拿出來 它就會變成 你想要的 Compiler的樣子了 那結論的部分就是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好像沒什麼樣的東西 嗎 好我們先等一下 那我們回到一件事情 我們會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們以為小結論就是 Python是一個程式語言 它可以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像我們最開始的demo 我們已經示範過 它是一個程式語言了 那所以 我們在載入Python的時候 我們意味著 我們正在執行著任意的程式 沒錯 所以 所以說 永遠不要相信任何 backPython code object 就像是你如果在網路上面 隨便載一個 stable diffusion的一個model下來 然後你就把它載進來的話 你的電腦可能會被打掉 因為你其實就在執行一個 完全不受信任的程式 而且你也沒有拆開來看 來看過它是怎麼樣的東西 尤其像是一些什麼 一些 你可以任意上傳model的地方 你其實根本不知道 有沒有任意上傳一個 很危險的model上去這樣子 雖然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個model好像可以跑得起來啊 但是就是像一串程式這樣子嘛 你可以 你可以在一大串程式中間 塞入一串而已的程式 但是在最後的結果還是正常的 這是很明顯是可以做得到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 比較基本的小結論 其實這部分的話 在Pico的官方文件上面 已經有寫到說 你永遠不要相信 不受信任的Pico 如果你要使用Pico的話 其實也不是不行 但是比較 第一個事情是 你可能要檢視過它 或者是你要 你要對它做過簽章 就是這個Pico 是你自己生出來的 你要驗證這個Pico 它是不是正常的這樣子 是不是你自己生出來的 那 那 好 總之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回到一個 我們會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欸 既然說 既然說我們的Pico 它好像有點危險 你可以這樣任意的 引迫東西好像有點危險 你可以任意的執行程式 好像有點危險 那 Pico官方有沒有提出什麼方法來 來防禦它呢 其實有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 就是 在針對你在import東西的時候 import東西的時候 把它 把它擋下來 你就想 你就想說 欸 那既然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的最開始的一個範例是 我們可以EVO 一個一串程式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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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在 所以就是代表說 我們需要拿到EVO這個東西 我們才可以跑程式嘛 那或者是說我們 要拿到各種function 我們才可以跑程式嘛 那只要在 import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把它過濾掉不就好了嗎 對 這就是Pico官方在做的事情 其實你在 import function的時候 Pico內部有的東西叫做 unpico的 它會 有一個fine class的方法 這fine class的方法就是在 就是hook住 你要 你在import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hook住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你要 import builtins裡面的print的話 它就會trigger到fine class 這個builtins 第一個參數就是module 第二個參數就是name 你要從builtins importprint的話 就會這樣子呼叫這個fine class 這個東西 好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 複寫掉這個fine class 這個方法的話 你就可以檢查說 這個module跟這個name 是不是一個合法的東西 那Pico的官方 Python官方文件的Pico部分 他也有提到這個方法 所以他就可以做出一個 受限制的unpico 像這個樣子 他就告訴你說 我的module一定要是builtins 而且 而且不只是要 不只是要是builtins 你還要有包含 你還要 嗯 你import東西還要 只能是這五個裡面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只能 importbuiltins.range builtins.complex 這些自己的東西 這樣子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你這樣就可以 避免說 他import進來一些 危險的東西 然後導致了一些問題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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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個hiker 我們就一定要找出去照顧的方法 那這邊有一個 限制世界的example 他大概就是 他指檢查的module 指檢查的module 然後 他就放行了 他認為builtins.module是安全的 那我想大家 那經過這個token 應該大家知道 builtins.module是不安全的 他底下有evo 聽來就很危險 好 所以 builtins.底下有evo 或1x1c這種東西 然後或者是 你也可以用複雜一點的東西 你可以用get attribute 加上 builtins.import 你就可以拿到 OS底下的system 然後你就可以執行一個任意的指令 像是id 這樣子 那聽起來就蠻文鮮的 那重點是問題是 你的這一連串的操作 這一連串的操作 是合法pico 應該看得出來吧 因為它只有cofunction 跟cofunction 還有生成一些簡單的 自串格式 對 它是一個合法的pico 它可以順利的被編譯成pico 這樣子 那 既然 這樣子的話 所以它其實是 我們要揭曉我們的 做這個沒有東西的真正目的了 我們其實是想要 繞過 那些有問題的保護的 然後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們覺得直接寫pico有點痛苦 所以我們就做出了這一個 把python腳本轉換成pico的工具 這樣我們就可以容易的 編寫出這一個 有點複雜的python程式 把它轉換成pico的腳本了 對 這是我們邪惡的目的 好 那當然還是要講一下 怎麼樣才可以比較相對安全的 來實作這一個保護 其實就是像官方文件一樣 你就要很嚴格的限制說 你的module跟name 你在一個很嚴格的白名單裡面 那當然這樣子 還是有可能被繞過 因為你所謂的很嚴格的白名單 裡面有危險的函視的話 那當然還是危險的嘛 但是就是整體來講 它還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做法 然後至於安不安全就是 你要自己去檢查了 那想要知道更多有關 有關pico相關的自然研究的話 可以看我在HitCon 2022的talk 再來是這個標題 叫Penpico的這個標題 然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關pico 它怎麼實作的話 可以自己去讀原始碼 其實還蠻好讀的應該吧 那這邊是真的 那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感謝SpriteLine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挑一題slido上面的題目 那我看大部分題目其實剛好在後面的分享 其實都有講到 那這邊有一題是關於說 如何去做pico相關的安全性檢測或是sandbox的部分 那這塊不知道 可以再麻煩SpriteLine跟大家分享一下 安全性檢測其實有點小小的複雜 因為它其實就是 你要確保它每一個你允許的名單裡面 它不可能被串出一個 一個 一個有問題 一個危險的東西 這其實有點小複雜 這其實有點像是你要認真的去研究說你的白名單 像我剛剛最後有講出白名單 白名單算是一個相對可靠的sandbox方法 它是一個相對可靠的sandbox方法 但是一樣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你有可能會被繞過 但就是一樣是你要認真的去檢查說 它到底是不是有順利的 你的每一個圓學白名單裡面 是不是都是安全的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我沒有一個很保證可以很系統化的 你絕對是安全的 但是你可以靠自己的檢測 保證它是也沒保證就是 看起來是安全的 對 但還是盡可能的不要去載入不可信的pico 那其實Stable Diffusion 有一個開源的東西叫做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它裡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 Restricted Unpico 它其實是 我看起來是做得還蠻安全的 這樣子 它也是給了一連串白名單 但是我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奇怪的方法 可以串出有問題的東西 那總之就是 其他白名單 對 這是唯一的建議 或者是不要用pico 好 那我們再次用熱鍊掌聲 謝謝我們Sprintlite帶來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有十分鐘的休息的時間 那下一場的R2的演講是 由玉維帶來的快速生成MLOps基礎程式碼架構使用Chart GPT 好 那就歡迎大家前來聆聽